我沒有刻意用聳動標題 事情真的就這樣發生的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因為起讀 我的標題是 可愛小女孩賣檸檬水被罰150歐 什麼鬼啊 我們先看一下標題來 Council shuts down 5-year-old girl's lemonade stand and fines her 150 euros 好所以 這是什麼事情呢 有個演唱會還什麼鬼的 小女孩就在旁邊賣 弄了一個賣檸檬水的攤子 然後結果就被人家說 不行你需要一個許可證才能賣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新聞在說什麼 照片就這樣了 來我們看文字的部分就好了 A 5-year-old girl 這個我們講過很多次 就是如果你要把它變成5歲小女孩 這形容詞放在名詞前的時候 它變成複合形容詞 你要用槓槓把它串起來 而且是沒有複數的 所以5-year-old year是不加s的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把它講完整一點點 但今天就先講過去 So a 5-year-old girl was left in tears 它總之就是被搞到一個就在那哭啦 she was left in tears in是一個處於什麼狀態的概念 so she was left in tears after she was fined 在她被罰了150 euros for幹嘛呢 為了什麼 for setting up a lemonade stand 所以我們這邊先講一個概念 檸檬 檸檬發音中文應該沒錯吧 檸檬 Lemond 沒有丁哦對不起 Lemond OK 那檸檬汁是什麼概念呢 就Lemondate 這樣子 檸檬水 所以這個字還蠻有趣的 就你不能說這個 什麼Lemond Juice 好我們知道Apple Apple Juice Orange Orange Juice 甚至就講成OJ這樣子 那沒有不是講Lemond Juice 我們是講Lemond OK 好我沒有去認識它的典故 我也不好奇 好奇一下也沒有不對 但是我就是覺得沒什麼好想的 就是Lemond 那這個stand就攤子 好所以他在倫敦東部呢 這邊一個地方設了一個Lemonade Stand 那他的爸爸叫做Andre Andre Spicer's daughter decided to sell cups of lemonade at the end of her street in mile end As hundreds of people were attending Love Box Festival in nearby Victoria Park 所以總之呢 在一個公園 裡面有這麼一個 呃 慶典型的活動 叫做Love Box 然後愛箱子愛盒子 隨便你怎麼翻 那他就覺得我可以賺這些 來參加Festival的人的錢 對不對 Right 好幾百個人來參加 Hundreds of people were attending this festival 所以他就決定來賣一下這樣 就說真的 在我那個年代 就很多小朋友想要暑假賺個外塊 他們甚至可能就在他們的社區裡面 他家門口的那個旁邊的人行道 就弄一個Lemonade Stand 也不需要Permit 那你就這樣子賣對不對 那這真的是不需要值 所以我剛講好幾次Permit這個字 一般來說我們這個字動詞叫Permit 那我們知道動詞往往中音在後面 所以是Permit Permit 那它可以當名詞 就叫 那它的中音就不是在後面 就變成了Permit Permit 那你可能會想說 我也認識另外一個字叫Permission 沒有錯 Permission是動詞的名詞 OK 所以你有我的許可來做什麼事 You have my permission to do something 所以這是我允許你的一個動詞的名詞 可是如果今天是你從某個單位得到一個許可證 那那個就不是Permission 那個是一張什麼東西 我們就叫它Permit 而不是Permission 大家可以理解 好 所以一般來說這個是不需要Permit的 就像我剛說 在你家自己的門口 巷子門口之類的賣這樣子 那當然它在這麼一個慶典旁邊賣 是不是就需要有 我覺得可能的確要 所以你看 but within 30 minutes of setting up 所以它在30分鐘內 就已經 好 For council enforcement officers 我們講簡單一點 就警察之類的了 OK Approached her table and read from a legal letter informing her that because she didn't have a trading permit she would be fined 150 euros 走到後面 然後開始讀了一張 這個法律的一個信件 legal letter 告知她informing her 告知她什麼事 用that字句接下去 那個that字句 就是她會被罰150歐 中間逗點逗點的部分 就是補充資訊 所以補充了一個 副詞子句給你 就因為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告知她 因爲什麼什麼什麼 她被怎樣 OK so informing her that because she didn't have a trading permit 所以剛剛說了 她沒有這麼一個交易的許可證 做生意的許可證 她就會被罰150歐 結果這個婦女的組合 the father and daughter duo 所以這個duo就兩人組 爸爸在照顧女兒賣 總不可能女兒自己一個人弄 爸爸不在 right so the father and daughter duo quickly packed up the stand 他們就東西收一收 packed up and went home 就回家了 結果這個爸爸 他本身是個大學教授 而且是他教商學的 好像是 so I'm a professor in a business school 他就把他寫信跟媒體說了一下下 so writing about the incident in the telegraph the telegraph是一個媒體名稱 他叫spicer 剛剛看到過 Andre Spicer so Mr. Spicer said I'm a professor in a business school so I probably should have known some kind of permit was required 所以他應該是知道 應該要知道是需要許可證的 所以他這裡用了假設語氣 我應該要知道 而我卻沒有知道 所以這跟過去事實相反 我自己本身教商的 我應該要知道 但我當時不知道 所以 I should have known 然後他用過去完成式 some kind of permit was required 所以應該是要某種的一個許可證 我才能賣 可是 但你再回頭想一想 這5歲小孩在賣 你有沒有必要執法這麼嚴格 對不對 Right So but this was a 5 year old kid selling lemonade Come on She wasn't exactly a public safety hazard 所以這邊講到 或許就一個重點 他真的 他不是一個所謂的 public safety hazard 所以public safety 這是合在一起的字 公共安全上的 public safety OK 那 加個hazard是什麼意思 就是危險 像我們知道 如果說你弄個擺香腸的賣香腸的 你可能或者弄一個烤魷魚的之類的 那他或許會是 你跟這種攤位要permit 要求他有permit比較合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可能造成危險 什麼危險 你說 well你今天賣烤香腸或者烤魷魚 你會有一堂瓦斯桶在那邊對不對 那這邊烤油 有火對吧 那這個有沒有爆炸的可能 不能說沒有 所以說你如果這個東西去申請一個permit 合理 所以他認為五歲小孩在那裡搞個小東西 你要不要執法那麼嚴格對不對 right 他不算是一個公共危險 public safety hazard 那你看這就是如果有的人會覺得說 東方西方的思維會不一樣 你覺得今天如果在台灣這個事情會怎麼處理 或者我們講廣義一點 在中國大陸 在香港 在馬來西亞 新加坡這些我們華人的地方 會不會執法這麼嚴格 我不知道 我們甚至說 不要說五歲小孩了 一般的攤販 像我在西門町有時候逛一逛 我喜歡買菜燕 我不知道同學知道那是什麼 那個是洋菜做成一種果凍類的小點心 那有個老人家或者有好幾個老人家 都有set up類似的這種小攤子 他們賣麻糬 麻糬跟菜燕 你去過西門町一定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我就會去買來吃 那我就有一次看到老人家做生意做到一半 突然間把他攤子推到某個柱子的後面去 我說怎麼了 結果我轉頭去看警車開過去 所以警察來執法取締攤販 可是他也沒有真的取締他 因為他也只是推到柱子後面去 然後等到車子警察開走了 他又推回路中心又開始賣了 所以 畢竟人家就是做生意 而且賣麻糬跟菜燕 真的也不是again public safety hazard 所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酸了 可能有的人會覺得說 不對西方人多半一做是一板一眼 他們不會這麼輕易原諒這件事情 那或許你也就錯了 因為說真的我覺得這種民情 很多時候全球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再往下看 所以在這個exchange之後 就這麼一個 就官方跟小女孩的交鋒之後 說following the exchange 他的女兒一路哭回家 真的是令人心碎 his daughter sobbed all the way home sob這個字我們最近好常看到 就是在那邊抽一頁 OK 你想想看5歲小女孩 sobbed all the way home 心都要睡了 然後他跟他爸爸說 she told him I've done a bad thing 所以小女孩深刻的悔過 我做錯事了這樣子 被警察罰了錢這樣子 好anyway 後來爸爸安慰他 though he offered to get her a permit and open a stand on another day 所以雖然說他有 offer這個女兒 欸女兒啊沒事啦 老爸爸去幫你搞個許可證 我們再賣一次好不好 he offered to get her a permit 我幫你拿一張許可證 再開一次 open a stall stall就是攤子 on another day 就另外一天 但他女兒就說 不要太可怕了 his daughter said it was too scary 我覺得這小孩已經有童年陰影了 所以我們加一個 講一下童年陰影這個字好了 Childhood Trauma OK Childhood Trauma 有沒有那麼嚴重 或許有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好還沒講完 這裡說 故事還沒結束 所以 Mr. Spicer就是這個先生 他把他跟一些他美國的親友們 講了一下下 然後他在美國的親友 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發生在美國 這會是全國性的一個醜聞 我可以理解 OK 就在美國你就不要為難小孩 你只要為難小孩 就是全國一起罵你 所以他這裡說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 in America it would be a national scandal 所以scandal這個是叫醜聞 所以要是發生在美國 全國性的醜聞 我非常同意 OK 在台灣或許也會是 就這種小屁事 也會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好再來 這邊這個教授又說了這樣 他還用了一個字很有趣 叫Lemonade Gate Gate 我們在很多時候名詞後面加一個gate gate就閘門之類的 他都來自一個典故 就是當年尼克森總統的醜聞 叫水門案 Watergate 後來只要有任何醜聞 怎麼怎麼樣的 我們都會把他後面加一個gate 所以在檸檬水門案之後 As I contemplate the long school holidays which lay ahead I'm even more confused about how to entertain our children setting up a lemonade stand is obviously far too risky 反正他思考了一下下 因為可能暑假要到了或之類的 其實也還早 為什麼他現在講到long school holidays 不管了 所以他就非常的困惑 到底該怎麼樣讓孩子們能夠有點活動去做 OK 他說很顯然的賣檸檬水太危險了 太risky了 好並沒有了 來 所以下一個重點來了 所以Tower Hamlets Council 他們市議院 have withdrawn the fine and apologized 所以政府罰款抽回來然後道歉這樣子 所以不罰了並且道歉 所以他們把小事搞得太大條了這樣子 OK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大概全球都一樣 我們不要為難孩子 對不對 OK 所以你不用總認為說是西方人做事一板一眼 沒有這回事真的 OK 好來 我再讀一段就好了 So a council spokesman said We are very sorry that this has happened We expect our enforcement officers to show common sense and to use their powers sensibly 這個道歉說的還蠻視頻霸聞的 這個一看就覺得是非常官方的一種道歉的方式 OK So we are very sorry that this has happened 我們非常抱歉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 所以這邊用現在完成是 This has happened 我們有期望著我們的這一些執法人員 We expect our enforcement officers 執法人員 來幹嘛呢 來秀出一些嘗試 你誰可以抓 不要抓五歲小孩 有點嘗試 不要為難孩子 show common sense 好好的 就是比較有 我們中文講說有sense 對不對 你要有一點sense 在你使用你的權利的時候 use their powers sensibly OK 這我覺得也蠻難翻譯的 就是 所以總之法緩馬上取消掉 然後已經聯絡了Professor Spicer 以及他的女兒也道歉了這樣子 So this clearly didn't happen 什麼事 didn't happen 就是執法人員使用common sense 以及sensibly用他們的power 沒有發生 所以他們濫用了他們的power 以及沒有用嘗試來執法 So this clearly didn't happen the fine will be cancelled immediately and we have contacted Professor Spicer and his daughter to apologize 道歉了這樣子 好 所以其實不像標題所說的 小女還是沒有被罰的 150歐也太貴了 說實在 她要賣幾杯檸檬水 才賺得回來啊 好 今天的新聞大概就這樣 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 好我們下次見